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凤凰网科技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CES 2018 Vivo和SYNC 也就是SYNAPITX的展台 然后将为大家展示一下 Vivo X20 Plus 场最新的屏内 或者说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台 Vivo X20 Plus 的机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正面依旧是很大的一块全面屏 跟之前的版本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背面的话大家可以发现是没有后置指纹的开孔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Omeled的屏幕 已经这有一个指纹的显示 比方说我们一按就已经解锁了 我们下期再见 它因为是Omeled的屏幕 所以有一个可以抬起唤醒的功能 比方说在完全吸屏的状态下 然后我把它稍微抬起 然后就会显示一个指纹的区域 这个就是可以给你一个视觉的提示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进行指纹解锁的话 需要按在这里 然后我们一按 它有个动画的效果 然后就完全进入界面了 整个过程就我个人的体验 指纹的识别率 包括解锁的速度 都是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消费者 或者说量产的一个级别 我们已经为大家演示了这个X20 Plus的具体的屏幕指纹的一个识别的实际的效果 这个具体的原理呢是这样的 因为它采用的是这种OLED的材质 OLED的材质 它底下是有一个RGB的Pixel可以相当于发射一个光线过来 发射这个光线照射到我的手指的位置 这个光线会在手指的纹路有一个反馈 相当于有一个光线的反射 把手指的纹路反射到它屏幕下边这个指纹识别的Sensor上 然后这Sensor再根据这个反射的具体的指纹的纹路来进行一个指纹的识别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的手指跟这个屏幕的指纹识别区域有一个很良好的接触 可以看到刚才我这个一下就解锁了 还是整体的体验还是很快的 刚才演示了具体的指纹识别的效果 还有它背后的一些原理 然后现在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其实因为去年的2017年去一个全面屏的趋势 但是因为全面屏的缘故 所以之前的一些指纹的位置大家都会选择放在后边 所以这就对手机的整体可能工业设计会造成一个一定的破坏 但是如果说可以把指纹识别做在屏幕下方的话 可以看到比方说这台X200 Plus它背部就不用再进行任何的指纹的开孔 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unibody的一体化的金属机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今年的全面屏的趋势下 很多人做了面部指纹 包括Vivo其实也是最先做了这个Face的识别 但是目前安卓阵营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Apple的FaceID的那个基础的高度 然后所以可能屏下指纹相对于面部识别或者红膜识别来说 是一种更直接反馈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这么一个指纹解锁的方式